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 变帅了 变帅了那是必须的 但是显得有点苍白 变什么了 变肉了 他们说你变6了 挺好 是变6 不过其实我刚才看到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彩排的时候都不会这样 怎么了 安静 安静 这一组照片谁留出去 松哥哥你们结 没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 我继续说 其实我刚才 最开始彩排的时候都没有这样 但是就刚才在上面坐着 然后看小说的时候 就有点想哭的感觉 很想哭啊 对对 然后下来唱的时候 身体就一直在抖 然后我就感觉 眼睛 眼泪包在眼睛 因为感觉 看到从前自己 然后再看到现在的自己 就感觉变化好大 然后又想到 以前小时候那些经历啊什么的 是 你想着一路走来 有所有的粉丝陪伴着 我觉得好幸运 其实 那个时候的圆圆是青涩的 然后她刚才说她很怀念小时候的自己 虽然你现在依然还是小时候 但是呢 我相信 成长对于她来讲是一个最好的历练 那她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有这么多的她们 然后呢 陪伴着你们一起长大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呢 既然是生日会 对我们今天要有开心的 有难忘的 所以今天你最大 好不好 你想干嘛都可以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好不好 那我不演了 看得下看得下 好 那今天既然是这个粉丝会嘛 嗯 也是生日会嘛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找一些机会 跟他们进行一个零距离的互动 好 好吧